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打琳 又积攒了几月的时间 用完了一批旧货 有护肤品 然后也有彩妆品 我感觉用完了之后 还真的是挺有成就感的 这是雅样的这个温泉喷雾 其实我以前对这种温泉喷雾的想法 是嗤之以鼻的 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买这种喷雾呢 为什么不可以干脆买一瓶矿泉水 直接往脸上扔呢 有什么区别吗 我用了几瓶之后吧 我发现其实它的作用呢 在我这个使用者来讲 都来讲更多的是方便 就是说它的这个喷头喷出来的 那个水的雾状啊 是非常非常细的 非常密的 就很适合我早上的起床了之后 在化妆之前 用来代替洗脸的这个动作 因为我以前呢是用 MUJI他们家的一个爽肤水 后来有一段时间 MUJI的那个很多产品 在葡萄牙都断货了 所以就没买到嘛 然后呢我就开始用这个雅样的喷雾 我觉得效果也是差不多的 就是在我早上起床了之后呢 很大量的喷在脸上 喷很多很多 然后再把它喷一点 在那个化妆棉上 然后用那个化妆棉去全脸的去擦拭 它会去掉一些你晚上 睡觉的时候脸上出现的一些油脂 还有呢会去掉一点点死皮 就是因为你在这个擦拭的过程中 是有一个exfoliating的这个作用了 这个雅样和跟我以前用的 那个MUJI的这个化妆水 比较有区别的感受 就是MUJI的化妆水更保湿一些 擦完了之后会有一点点 就是粘粘的那种感觉 这个是完完全全清爽 但是又很滋润的一种状态 关键是我的皮肤是属于那种比较敏感的 就是一刺激就红的那种皮肤 它用完了之后没有刺激到我的脸 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一方面来说 它温和的这个状态 对我的皮肤来说比较难得吧 第二个是这个NIVIA的 NIVIA的这个双层 它也是一个双层的眼唇卸妆液 可以线防水的睫毛膏 其实我觉得NIVIA的这一款 眼唇卸妆液的性价比算是 真的是很高了 因为我很多以前用过的一些 稍微贵一点的眼唇卸妆液吧 它用完的时候都会有一种 就是眼睛好像有一种油油的东西在残留 就是你卸完了睫毛膏之后呢 你在眨眼睛的时候 你就觉得眼睛上面好像一层油膜那种感觉 不是特别的舒服 后来我找到了那个La Roche-Posay的那个 卸妆液就卸眼唇的那个 我那个就很清爽 就不会有这种油油的那种感觉 而且呢卸妆能力也很强 但是La Roche-Posay其实是这个价钱 好像是两倍 所以说呢 如果是从这个性价比来说 这个绝对是剩过很多 甚至就是评价也好 大牌也好 它从功能上和性价比上 都是我觉得它就是 No.1的那种感觉 它真的比其他很多产品 同样的价位来说 都比它们好用很多 或者说比它们好用的情况之下 比它们有便宜很多 就很难能够超过它的这个performance 所以首先它卸妆能力挺强 第二个呢它不会有 在眼睛里有一种给你流下很多油的那种残留物 第三个就是呢 这个东西它用完了之后还挺润的 我感觉就是眼睛是清爽但不干燥 说舒服是好的那种感觉 就是还是真的挺舒服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你俩的这个卸妆产品 真的是值得推荐的 其实很多观众以前都给我推荐过这个 所以我现在用了之后 我觉得真的是好用 我再推荐给其他的 没有听过这个产品的人 应该没有没听过这个产品的人了吧 好用可以去试试 接下来我用完了一支护手霜 这支护手霜是那个 Aesop他们家的 叫什么名字 Resurrection Aromatic Handbomb 这护手霜是我有一年 圣诞的时候 是我小叔子吧 他送给我的圣诞礼物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适合当礼物送给别人的东西 它价钱呢是适中的 作为护手霜来说 它是属于偏高 但作为送给别人的礼物来说 它并不算是很贵 而且送了之后呢 别人还能用得上 一闻的这个味道还 很高级很清爽那种感觉 我觉得谁送我的礼物 如果送了这种产品的话 我每次用的时候 都会想起送礼物的那个人 但是如果你让我自己花这么多钱 买一支护手霜 我会觉得好贵 这个护手霜呢 它的特点是 清爽 保湿 不粘腻 但是它的味道 应该算是它最大的亮点了 就是基本上就是那种 oromatherapy那种感觉 你闻了之后 你擦在手上 你闻一下 就感觉哇 神清气爽的那种 但是说句实话 如果要是我自己的话 我可能不会回复买 花这么多钱 买一支护手霜 因为基本上来说 你去那个超市 买一瓶 就是那种杂牌的 或者像尼里亚这种护手霜 就几块钱就够了 也是可以一样滋润手的 只不过是没有它香 没有它好闻而已 护肤品 这个Kiehl's 就是ultra facial cream 就是基本上隔一段时间 我只要做empty 就会来这么一瓶 这个没有什么可再多说的 因为我用了好多罐了 就一年可能都用过几罐那种感觉 就是一个负责任的 比较basic的 比较基本的 一个保湿性的一个护肤霜 保湿能力很强 接下来这个是Suku 他们家的叫做 Masculate Massage Unmask Cream 这个是他们家的按摩霜 就是挺大一罐的 这罐是多少颗 200颗 这个按摩霜啊 我就是已经好像推荐过几次了 我有一次做过那个按摩的示范呢 就是示范一下我是怎么用它 做按摩的手法的 这个按摩霜真好用 是Suku他们家开牌子这么多年以来 好像都没有变过的 只换过包装 没好像没换过formular 我上次买的时候是 还是这种包装的 现在好像包装也不一样了 然后我一般来说 用完了之后有计划 我就会回购的 是一个属于常备品的一个东西 因为我是一个 偶尔会做脸部按摩的一个人 就是有时候皮肤状态不好 觉得很累 最近这段时间可能有什么问题 就觉得好像需要补一补的时候 我就会拿这样的按摩膏去按摩脸 如果没有这个按摩膏 我可以用其他的油 就是脸部可以用的油去按 就是我是有一个按摩脸的习惯的人 所以在按摩脸这件事情上 这一支是我觉得最好用的商品 其他的油啊什么其他 我用过的都没有它好用 一开始刚拿出来的是像膏状的 但是你在脸上融化一下 就是你加热了 因为你按摩不是有温度吗 加热之后 它会从膏状呢转成一种油状 然后你再按摩了一段之后呢 它就会稍微有一点点被吸收 就有一部分油会被吸收 有一部分油呢会跟自己脸上的死皮融为一体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我这么说可能挺恶心的 但是就是它真的会有一点点轻微的去角质的功能 如果你是一个时间不多 只是有三分钟的时间呢 你拿它按摩 它是可以去水肿 然后让你的脸整个紧致起来 但如果你时间要是多像我一样呢 就是晚上去做这件事情 不是早上去做的话 时间长一点 多按摩一会儿 它可以稍微轻微的去一点角质 而且它这个滋润的这个功能呢 就是你即使在洗掉了之后 再过第二天的下午还会存在 所以它真的是一个效果蛮明显的一个按摩膏 就是我觉得它是有护肤功能 滋润功能 或者说是有一点紧致功能的这个按摩膏 我用掉了这支粉底 这支是那个椒兰的那个金钻粉底 这个粉底已经不产了 我记得就是我买的时候 好像我买了没多长时间 它就换成那种金色的纯金色的包装了 它们就往什么小金条啊什么的 这个就是等于是老货了 这个粉底巨香无比 你现在都完全都没用完了 就只是打开一个盖 你都能闻到那种香味 它那个香味就像是一个老贵妇 很喜欢用的那种极香 就高级香料 极香的那种香水的那种味道 就经久不散 然后味道特别的浓重 就比较粉粉的那种感觉 就是不是我特别喜欢的那种味道 所以说这个粉底实际上我觉得 可能对于皮肤敏感 或对味道敏感的人来说 并不是那么好用 但是这个粉底它有一个优点 就是它的妆效 非常的完整 非常高级 它是味道像一个老贵妇哈 但是如果你擦到脸上了 会让你的皮肤感觉 是一个中年贵妇的皮肤 那种感觉 就是有钱照着自己的皮 然后呢 画的那种很好的那种 就是说 有一点光泽 高级光泽感的那种肌肤 所以它是比较适合干皮的 然后比较适合 稍微有一点问题的人 就是需要遮盖能力强一点 那种粉底 但是有保湿 所以它还是 从滋润度啊 保湿度啊 还有就是持久度 还有遮瑕 甚至包括它的妆效 都是符合我对于粉底的要求的 而且它可能还有一个优点 是为什么我愿意用它 就是它的这个质地 很滑顺 就是你在涂的时候 很容易就能涂匀 这个对于一个上底妆的人来说呢 每天你用它的时候 你就不担心啊 你就不担心化妆的时候 一个不小心被抹匀 就是抹不开了 就怎么都抹开了 然后就出现一些问题 它上妆的这个难度比较低 所以我比较喜欢它 就很快的 算是快吗 也不算快了 就是因为我也没有买新货嘛 所以我就很 按部就班的 算是说是把它用完了 我觉得还行 但是它的色号 我觉得不是特别喜欢我 适合我 稍微有点偏红 如果它能再偏黄一点 就更好了 接下来我用光了第二支粉底 最近怎么样 默默耕耘 使用完了很多老货 就是那种老了 过期的货 这个呢 是3他们家的这个粉底 它那个原名好像叫什么 Ethereal Fluid Foundation 这个粉底呢 是有一年 我就是生病差不多恢复期间吧 然后我婆婆出去那个新加坡玩的时候 我让她帮我带的 就是去新加坡还太过 记不住了 带了一个日本货 所以说等于是盲选色号 选的就不是特别合适 这个颜色也是偏红 就不太适合我的皮 我的皮用完了之后 看上去就脖子跟脸分家的那种 但是它的优点就是呢 它极薄 就是它遮瑕度低一些 所以说呢 这种遮瑕度低的粉底呢 即使它的颜色不是跟你100% match 你用也不太明显 不像那种full coverage 那种粉底 如果它颜色跟你差一点 就特别特别明显 因为它coverage太高了 所以它差的那个东西 就跟你自己的皮肤 就是就简直是两个人 但是这个呢 稍微差一点 但是我也能勉强用 所以说呢 因为这个颜色 不是我最喜欢的那个颜色呢 我用的就少 但后来呢 我把这只 我把这个胶蓝用完了之后呢 我就开始主攻它了 天天用它之后呢 我就发现一个它的优点 就尤其是说 在胶蓝之后用它 感觉尤其明显 就是它的优点在脸上 基本上就跟没涂一样 就你涂在脸上 你不会感觉说 哇涂了好厚的粉底 或涂了就是比较重的底妆 它整体的感觉就是在脸上 就干掉了 就没了 就像空气一样存在 所以它脸的 就是感觉就是很舒服 完全是没有负担的一种状态 但是它的持久度 不是特别的好 如果说它跟我的颜色是match的话 那即使这种持久度不太好 我也会喜欢用它 因为它在脸上的感觉舒服 但是因为它色号不match 持久度呢也是一般般 所以我用了它之后呢 我就觉得它确实不是一个很适合我的底妆 我觉得它可能会适合一个 就是皮肤状态还不错 想化点妆又不想化大浓妆 化完了之后呢 它的那个状态哈 就跟你自己正常的皮差不多 它属于是有点像防你的皮肤的那种质地那种感觉 我说不好 皮肤它不是光的 也不是木的 皮肤就是有皮肤的颜色 有一点点就是 就是烹度 有一点点折射的那种 光的那种反射 不是折射 你又不是玻璃 就是有一点点反射 但是呢 又不是特别的明显 它就是有点防你皮肤那个质地 所以我觉得如果颜色要是合适的话 就还可以 但是因为颜色不合适 对我来说就觉得 就很一般了 就跟其他粉底比的话 它没有太多的亮点 这个粉底在我手上也放了很久了 我觉得是时候用完了 所以用完了之后我也非常开心 非常安心的把它送走了 下来是一支唇膏 这个我也用完了 能不能看出来 这个应该看得出来吧 这个都空了 这个是Armani的这个Lip Magnet 504 这个颜色真的是 它是一个 桃粉色 看在罐子里 跟擦在身上去的颜色不太一样 看擦在身上是这样 罐子里是这种颜色 稍微有一点色差 色差吧 就是我当时买这个颜色的时候 我没有想到我会这么喜欢这个颜色 而且我很少能够把一支唇部产品用完 但是这个唇算是唇彩吧 就是它擦在嘴唇上的感觉是 有颜色不干燥 然后即使呢 就是它的滋润成分全都没了 它的颜色也能留下来 就像一个stain一样的感觉 就是留下那个就是染唇的那种颜色 然后晚上全都卸掉 还卸得掉 还不会留在嘴唇上那种就是好长时间卸不掉的那种颜色 它本身的颜色 这个粉中带着一点点的橘 说不好 就是珊瑚色吧 这个不能算是粉色 它对于我来说就特别的提气色 所以我觉得它适合黄皮 适合稍微浅一点的黄皮 因为我用它之后我感觉有一种提亮的感觉 所以我每次用它们 只要我用了这个唇彩 然后有拍视频就会有人问你用的是什么产品做的嘴唇 说明我觉得它算是比较出彩的一个东西 就是擦了之后呢会让我整个人的就是气色有一种提升 所以才会有人问 大半是我自己用完的 然后还有一小半呢 应该是Armani本身那个产品有一个挥发的问题 所以它干掉了 但是这个东西真的是我就是只要出门去化嘴唇 我都会用它 就是最适合夏天和春天的一个颜色 冬天反倒有点太嫩了我觉得 然后呢我还用光了 我还用光了一只睫毛膏 这只睫毛膏我觉得 我没有办法推荐 其实我都有点不好意思跟大家说 我都在想要不要说 把这个加进这个就是Empty里面 但我确实是用完了 但是这个东西说完了之后 我真的有点丢脸 因为这个这个是Max Factor的 就是他们家的那个睫毛膏 你看就用成啥样了 这上面这个标签全都抹美了 就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睫毛膏呢 早就应该超过了它这个推荐的过期日期的 但是我就是弃而不舍地坚持的 就不扔它就死死的要用它 就是它这个睫毛膏现在可能不产了 现在好像有一个就是另外一个版本 但不是Waterproof 这个是防水的 这个睫毛膏必须得是防水那个formular 它的优点就是 它卷翘它还浓密 它还有点纤长 就是它这个各方面功能都很强 因为很多睫毛膏上了我的睫毛 基本上我的睫毛夹翘上了睫毛膏 全部全部都掉下来了 这只是在夹翘的情况之下上它 这个睫毛还是原来那个形状 不影响这个睫毛的卷翘 但是就是如果说你想让它变得很明显 睫毛特别的就是粗一点 浓密一点的话 用它是非常好用的 基本上刷两下 那个睫毛就巨浓密 你想想又浓密又不塌陷的睫毛 是不是就是我喜欢的睫毛 因为我的睫毛就是又细又软 又塌 就是这种状态 所以它非常符合我对睫毛膏的要求 然后结果我现在好像他们这个东西好像都不产了 我上次看我去网站上看 他们只有那个不是waterproof的 因为我必须得用waterproof 否则它就容易就是它嘛 所以我想说那我现在这个东西 手里这个属于绝把呢 我就有点不舍的扔 但是没关系我还要backup 因为我当时一次就买了 多买了几个 所以这个结束的时候 还有就是类同样的产品 还接着用 好那接下来是这只 为什么就是把它叫declutter 因为它已经断掉了 眉毛的眉笔 然后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叫Ultimate Art Definer 这个是一个可能是英国的一个品牌 但是呢它是韩国制造 这个是我婆婆当时去一个 就是美容沙龙 就那种 然后她去做眉毛 她那个眉毛吧 就是年纪大了嘛 不是眉毛有一些白的眉毛 然后她不是每一根都是白 她就是只有几根是白的 所以就特别影响 那个 那个影响整体效果 所以她就去那个美容沙龙 让人家把那个眉毛全都给染了 全都染成一个颜色了 但是染的时候 人家就跟她推荐一些 跟眉毛相关的一些 画眉毛的产品 然后我婆婆这个人就是 她不会拒绝别人 人家跟她推荐了 她就不好意思 她就买了 但是买完了之后 她根本就不用 她觉得也没有用 她就把这个给我了 她说你能用就给你用门 你要不能用就只能扔了 然后我就拿过来之后 发现呢 给她推荐的这个颜色呢 对我来说太神 如果我拿她画全部的眉毛的话 这个眉毛就变成蜡笔小星 我需要比这个颜色 还浅一色好的 但是呢 这个眉笔 还真的是用上了 因为我觉得 就是一个眉毛 如果想画的比较立体 比较自然的 需要两个颜色 一深一浅两个颜色 去搭配 你可以一深一浅两个 眉笔搭配 或者一深一浅两个眉粉搭配 也可以用一个眉笔 一个眉粉 就是随便搭配 只要有两个不同的 深浅程度的颜色搭配 最后画出的眉毛 就会立体很多 而且颜色也会非常的自然 所以说我就拿这个呢 当那个深色 去搭配我平时用的 浅色的眉毛的产品 就发现了 它的效果就好很多了 它这个后面还带一个 像小牙刷的这种 刷眉毛的东西 然后我就用这个深色的 这个头啊 去描一些我眉毛 这个尾的这个地方 缺了几个眉毛的位置 这个地方没有眉毛 硬化的话 如果用浅色的眉笔画 一看就能看成 这个颜色是没有的 是不是没有眉毛的 但是你再补一点深色呢 就根本看不出来 那种没有眉毛 就特别像你自己 本身长出来的那个眉毛 所以呢我就用它来补眉尾 结果呢 因为这个它笔心太软的原因 用到最后有一天使劲 没使劲好 就把它给整断了 断了之后我就不太愿意用了 所以说现在也是 我觉得最后还是决定把它扔掉 把它declutter 这个是他们家的这个 叫做shimmer liquid blush 它这个是01号 然后中文好像叫淡桃薄 他们家的这个液体的腮红 我觉得我很推荐给 就是彩妆初学者 或者说你 你不喜欢画那种颜色特别重的那种 而且你想让那个就是脸上 这个腮红画完了之后 看上去觉得这个皮 这个位置是润的 是很滋润的 因为它整个的这个颜色呢 就是更像是个水彩画那种感觉 它没有那么的浓 没有那么的集中 所以说擦在脸上是一种淡淡的 好像Royal S5的那种颜色 而不是那种特别死 特别实的那种颜色 所以它画的时候不太容易的出太大的问题 就不容易犯错误啊 就画的猴屁股什么 不太可能出现 还有一个就是 它这个是有点类似于胶状的这个质地 所以它擦在脸上呢 我也没有发现特别明显的 就是能够把底妆带走的那种情况 所以我觉得它使用难度比较低 可能因为它比较稀释那种感觉吧 所以我用量用的也比较多每次 所以它就用的比较快吧 这个整体我觉得这个系列啊 如果说它有其他颜色 我将来如果想再买这种叶状的腮红 我还会在他们家买的 因为我对这一瓶产品的 就是感受是很好的 我觉得它是比较好用的一个叶状的腮红 是值得回购的吧 但是因为我现在手上也是不少 其他乱七八糟的产品 我想再等一等 把我的其他产品先用一用 看看是不是真的缺这么个蓝 然后真想的话再去研究 否则的话暂时可能不会有再买它的想法 但是如果你问我它好不好用的话 我一定会告诉你是好用的 尤其是和还不太敢下手 就是那个不敢下手化妆 液状腮红 那第一个买 我觉得你可以从这个品牌开始买 因为它的颜色没有那么狠 所以说呢化出来的这个状态 会比较相对的自然一些 相对的更融入肌肤一些 更像是你自己的脸红布铺的那种颜色 看上去也会比较 我觉得是比较高级的那种那种感觉 那种颜色就是若有四个颜色 实际上是更高级 特别实特别实特别明显的颜色 反倒容易俗气 好那么今天就是我今天说的所有的 就是这个Empty就解锁了 其实我觉得不让我想可能没有那么多话要说 结果我们想白会白会就说了这么长时间 好吧感谢大家的收看 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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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